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 世界上的事要先知道是什么才能爱 属灵的事不是如此 必须先爱并追求才能知道 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大卫说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当想法改变 开始投靠神 你的一生就走在蒙福的道路上 神所有的事实都能成为你的经历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超越虚空 我们思想超越虚空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在 旧约圣经 传道书第一章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为生盼望 在忙碌生命的堂中 披肩寂寞多甘味 你心灵即刻意息空 却无法得到安慰 听这声音和的美妙 是温柔真实言词 听此爱神向你呼召 带来好心细于你 为生盼望 为生盼望 我心听 我心观听 主持爱神 使我心灵 使我心灵 痛苦中的安灵 在忙碌生命的堂中 疲倦寂寞多甘味 你心灵即刻意息空 却无法得到安慰 听这声音和的美妙 是温柔真实言词 听此爱神向你呼召 带来好心灵 带来好心细于你 为生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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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听 我心听 主持爱神 使我心灵 使我心灵 痛苦中的安灵 传道书第一章 在耶路撒冷做王 大魏的儿子 传道者的言语 传道者说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人一切的老路 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老路 有什么益处呢 一代过去 一代又来 地却永远长存 日头出来 日头落下 极归所出之地 风往南瓜 又向北转 不住地旋转 而且返回转型原道 江河都往海里流 海却不满 江河从何处流 仍归还何处 万事令人厌烦 人不能说尽 眼看 看不饱 耳听 听不足 已有的事 后必在有 已行的事 后必在行 日光之下 并无新事 岂有一件事 人能指着说 这是新的 哪知 在我们以前的世代 早已有了 已过的世代 无人纪念 将来的世代 后来的人 也不纪念 我传道者 在耶路撒冷 做过以色列的王 我专心用智慧寻求 插救天下 所做的一切事 乃知 神教世人 所经炼的 是极重的劳苦 我见日光之下 所做的一切事 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弯曲的 不能变直 缺少的 不能足数 我心里议论说 我得了大智慧 胜过我以前 在耶路撒冷的众人 而且 我心中 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 我又专心 查明智慧 狂妄和愚昧 乃知 这也是捕风 因为 多有智慧 就多有仇烦 加增知识的 就加增忧伤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传道书第一章 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 新约约翰福音 十章十节 新约圣经约翰福音 十章十节 经文说道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 杀害毁坏 我来了 是要叫扬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 杀害毁坏 我来了 是要叫扬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继续 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超越虚空 所罗门哀叹说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在传道书里 他一共用了三十八次虚空 来描写 在日光之下的人生 虚空这个词就是空洞无异 像水系一样迅速消逝 而没有留下什么 从人的观点 日光之下看来 生命似乎确实是无目的的 我们很容易悲观 美国诗人尚德博 将人生比拟为 一颗洋葱 一次只能剥开一片 有时还会流泪 英国剧作家 肖伯纳说 人生有两大悲剧 一是没有得到心爱之物 另一是得到了心爱之物 他感叹人生是 一连串有灵感的蠢念 撇开这些 得不到也苦 失去也苦的悲观看法 听见耶稣说 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了更丰盛 这是何等的释放 或者读一读保罗的宣告 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 不是突然的 如果照着神的旨意而活 人生绝不会虚空 那就是所罗门 在传道书这卷被人忽略 常常受人误解的书里 所教导的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 一群人可以走得远 爱得深 跟得紧 爱得多 跟得远 旷野玛纳 我们一起紧紧跟随 主耶稣的脚步 今天我们思想 超越细空这个题目 神特意把众人 所羡慕的财富 聪明地位 宠爱 给了所罗门 要世人看一看 处在备受眷爱 恩宠有加的地位上 拥有一切人所想要的 能不能给自己的生命 带来意义 得到真正的满足 所罗门在传道书一开头 现场完了自己 就直接告诉我们结论 那就是西空 神叫着充满 悔意的所罗门 医治众人 被盗的病 基于他向世人说明 敬虔的必要 让人晓得 在神 即在人面前 尽责的真实安慰 跟满足 他劝勉世人 要及早纪念 造你的主 活在日光之上 并且告诫世人 我们的一生 生活按照他的标准 而不是我们的标准审判 敬畏神 禽守他的诫命 是众人的本分 要远离虚空 就要在灵里与神合一 照神的旨意生活 满足神 造我的目的 在所行的事上 叫神得荣耀 在传道书里 所罗门以向会众发言的 传道者自居 想象所罗门 把自己当作人生教师 跟一个年轻的门徒分享 他对人生的领悟 想说服还年幼 衰败的日子上远的年轻人 在神以外的日光之下 寻找快乐跟满足 是不可能的 年轻人想从书本里得到智慧 所罗门要得受劝诫 著书多没有穷尽 读书多身体疲倦 广博的知识不代表 就能参透神的作为 因为人是有限的 要信赖能使一切 变为美好的神 若离开神 穷尽一生的经历 在询问里追求 到头来 只能得到令人失望的结论 所罗门先从大环境的现象 开始论述 说到一代过去 一代又来 日头出来 日头落下 风往南瓜 又向北转 不住地旋转 而且返回转型原道 江河都往海里流 海却不满 江河从河处流 仍然归还河处 周而复始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许多事不是自己能够掌控的 由不得自己 快跑的未必能赢 力战的未必得胜 所领导众人的 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再说死亡迟早临到你 有时 还来得很突然 好人坏人都不能幸免 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 将生命留住 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 这场征战 无人能免 邪恶也不能救那耗心邪恶的人 有时 一人所遭遇的 反照恶人所行的 恶人所遭遇的 反照义人所行的 这让所罗门恨恶生命 感到突然洁净自己 做政治人的意义何在 让他想不通 不明白 神为何这样安排 确实 有些事是神定义的 我们的挣扎 只是用脚踢刺 有些担子 是神不会挪走的 出于神的主权跟智慧 神是委屈的 谁能变为直呢 因为神的作为 人测不透 再多的精力 再有知识 依然要凭信心而行 神的启示是渐进的 所罗门对今生知道了很多 但对于人死后永恒的问题 所知就有限 传道书十一章第五节 所罗门说 风从河道来 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 如何长成 你尚且不得知道 这样 行万事之神的作为 你更不得知道 单看事情的表面 你会很挫折 一生努力 活着的时候被人嫉妒 死了以后 什么也带不走 人生似乎了无意义 年轻的时候 你以为知道神所安排的一切 结果经历许多困惑和痛苦 才体验到 自己原来一无所知 神为什么要这么做 原来是要我们保持谦卑 在许多不明白的事上 教导我们凭信心而活 众人的本分 就是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你到神的殿 要谨慎脚步 要留意你的态度 不要冒失开口 也不可心急发言 要敬虔 你所做的事 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是恶 神都被审问 死亡只是生活的终结 不是存在本身的终结 现在的喜乐 取决于将来是否稳妥 愚昧人的笑声 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 是空洞的 没有实质内容 无法在其中找到 人生的智慧 到遭丧之家 反而能让人思想永恒 真正与欢喜的源头 连结的快乐 才是真快乐 很多人到世上来找快乐 巴克博士说 乐趣是神所设计安排的 为使我们更敏锐地感受 祂的良善 对祂存更深的感恩 并且有更坚定的盼望 期待在未来的世纪里 得享更丰盛的福乐 找快乐的人多 但真正认识 给人乐趣的神 知道自己 为什么快乐的人就很少 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 保罗说 我们既因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 我们又借着祂 因信得进入现在 所站的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盼望 神的荣耀 不但如此 修日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要感恩欢喜地领受 神所给的恩赐 信赖神美善的本性 即使享受人生 但不可犯罪 所罗门忙忙碌碌地做了一切 人以为可以给自己带来享受的工作 结果 因为没有永恒的价值 感到尽都是虚空 因为没有神在其中 结果就没有满足 日光之下的虚空 为的是促使我们追求 日光之上的真实 既然这些都不能叫人满足 我就应当寻求更超越的事 就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所罗门劝告年轻人 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借由世上的享乐 找到幸福 顺着这种想法 人就会去追求艳乐 累积财富 贪恋功名利禄 因为他以为这些能够让他快乐 但真相却是 神才是我们灵魂的目的 终点安息和幸福 法国哲学家巴斯格说 人越亲近神就越幸福 越远离神就越不幸福 最不幸福就是跟神遥遥相对 离开神就离弃活水的泉源 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无异于在死人中要找到活人 虚空不在于这些事物本身 而在于我们对他们的爱慕之情 我们错误地用了对神的爱 来爱这些带不走短暂的东西 我们对他们的期待 远超过他们所能给的 虚空就这样产生了 有人分析在传道书里有十个 因为我们对他们期待过高 结果令人失望的虚空期望 第一个是人的智慧 第二个是人的工作 第三个是人的目标 第四个是人的竞争 第五个是人的贪婪 第六个是人的名誉 第七个是人的贪得无厌 第八个是人的妄想 第九个是人的轻浮 第十个是人的奖赏 这些得到了而觉得没有意思的感受 我们以为这些可以给我们心里带来满足 因而把他们当作追求的目标 结果发现不是这样 感到上当了 感到留不住 但已经把我的一生都花在上头 这是因为对自己跟对神的无知 但神命定我们只能使用 他所造的万物 好就我们来到造物主面前 智慧人又懂得 把地上的荣美所得不到的 当作是指向神的路标 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所罗门就以过来人的身份见证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他明白 只有神的荣美 只有日光之上的盼望 才能释放我们脱离 那掳溜我们心灵的地上的荣美 而要超越虚空 就要趁着年幼 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 纪念造物主 神赐人智慧 不是为了让我们有份于 祂的一切知识 叫我们自以为 可以取代祂 乃是使我们愿意谦卑承认 祂是造我们的主 我们时时需要祂 弟兄姐妹 你要保守你的心 所罗门曾经自作聪明 以为可以在 不听神的话的情况下 持住愚昧 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愚昧 他没有像他父亲大卫那样 存诚实正直的心活在神面前 没有把心归向神 而自以为有智慧 历代之上二十八章第九节 大卫叮咛咛过他 我儿所罗门啊 你能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 诚心乐意地侍奉他 你为他见察众人的心 知道一切心思意念 你若寻求他 他必须你寻见 你若离弃他 他必永远丢弃你 但所罗门藐视训言 不听大卫给他的劝接 结果尝到苦果 晚年的所罗门 借着传道书教导后人 超越虚空 要年轻人 纪念造你的主 主对那些因着他的恩典 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记不起事 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当我们越明白神的作为 就知道 在主里面的劳苦 不是突然的 无论何人 因为门徒的名 哪怕只把一杯凉水 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 这人都不能不得赏赐 一人的路 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 越是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跟知识上有长进 越是认识神的属性跟作为 活在对神的敬畏中 我们就愿能够面对人生的现实 智慧人的眼目光明 能充分利用神所给的机会 选择最好的方法 达到最好的目的 与主联合 在他话语的光中 让主展现自己的智慧 父神就能因我们得荣耀 亲爱的朋友 仅此一生 千万不要在疑惑跟错误中度过 要起来 认识造你的主 把唯独属于他的爱 归给他 我敢保证 你的人生 绝不会虚空 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 《永恒的答问》 在世上有多少欢笑 能使你快乐永久 试问谁能支配将来 永远不必担忧 明和你那天才足够 能使你满足永久 试问就算拥有一切 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 任世间变换不就变换 今朝多少光彩 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 不朽的生命又存在 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跟随他的人行间 在世上有多少欢笑 能使你快乐永久 试问谁能支配将来 永远不必担忧 明和你那天才足够 能使你满足永久 请我们去祝福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我们跟世界早晚要分手 但要与你同在直到永远 你将敬畏你的人 歧视自己 使虔诚人认识你 你是智慧的源头 帮助我们从索罗门 所写的传透书里 学到宝贵的人生功课 你要我们在你里边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你命令我们在寻求你的时候 内心得到最大的满足 主啊 你所命令的福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愿你的国度 在我们中间彰显 得着荣耀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大钟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佛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他使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他使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情过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得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演戏 虽然情过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